嗨 大家好 我是阿里莎莎 今天原本根本沒有要錄任何影 我只是跟我的助理 然後跟我的羽球教練 我們三個人出來玩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助理真的是太值得介紹給大家了 這輩子啊 其實我有被很多算命師都有算過說 我的奴仆功不好 的確 我以前真的常常會扮小人之類的 可是現在呢 我跟我的助理已經配合了大約一年了 每天都對他抱持一個感恩的心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太躁 他什麼東西都會 今天這個場合又讓我覺得他更屌 所以今天我就想說 好 那我帶大家一起看看我的助理到底有多厲害 欸 你們兩個理我一下啦 哈囉 嗨 好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出來玩的陣容 我是羽球教練 立喲 然後我有揪醫術啊 然後也有揪一些我朋友 小喵什麼之類的 然後都沒有人要來 只有羽球教練要來 耶~~ 接下來就要來介紹我的助理本尊 在這裡 來來來來 他剛剛在搭帳篷的時候超強 那個竿子一撐起來就知道 喔 這個是要穿中間 喔 這個是要穿下面 喔 這個是要穿下面 所以我助理呢 他最強的地方就是在於 他之前是 所以他任何有關機械上的問題他都會處理 我家冰箱壞掉 門壞掉 電腦壞掉 紗窗壞掉 全部都會修 因為我的強項比較是那種什麼文案書寫啊之類 就是一個文族女這樣子 然後對理工的東西完全不懂 就電腦連更新我都不會更新 遇到一個這麼理工男 我就覺得太爽了 然後我要買任何電器 只要帶他一起去燦坤 微凍結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像生意片你買回來 如果冷凍的話 退冰會破壞肉質 那你就很適合拍者 就讓他保持鮮度 然後不要被其他東西污染到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我的助理 到底有多厲害 GO 然後我請了這個助理之後 我去哪裡都不用搭計程車了 他全部都會載我去 超爽的 然後現在我們來山上也是我助理載的 因為這是石頭地嘛 然後老闆有很貼心的錶 這是石頭板 這樣晚上睡覺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石頭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整個帳篷都是我助理帶來的 也是他架起來的 我最專業的露營玩家就是這樣 一箱一箱 你看這裡有一箱 一般就是帶東西都帶帶子而已 因為現在露營區很多都是產業道路 用箱子的話東西會比較固定 睡覺用的帳篷 而且我助理他發現少了一個睡袋 前幾天晚上就特地開車去基隆拿那個睡袋過來 我的帳篷太小我怕我們睡不好 所以我又跟朋友買了一個帳篷 他們兩個在努力的時候 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這次來的地方 就是在南投呢有一個叫做 噴野草堂 前幾天看到我朋友在IG上面分享 覺得超美 就直接決定要過來了 他一個晚上呢非常的便宜 就是我們是訂兩帳 一帳1300 所以總共是2600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業配啊或贊助之類的 都沒有 我們就是自己付錢來的 整個大包廠 就是整個營地只有我們這一組欸 很美吧 我覺得他整個景都很像國外 這邊呢就是他們的衛浴 我覺得他們衛浴也做得非常的精緻 離帳篷超近的 他竟然有一個化妝空間 他做得很符合人體工學 因為我自己化妝的時候 我很怕有一些化妝台或有一些旅館 鏡子跟人可以站的距離會隔得很遠 會畫得不好看 因為你離鏡子太遠了 對所以這個呢 他可以站到這麼近化妝 你覺得太完美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插頭 所以到時候電棒啊什麼就可以插在這裡 他的淋浴間也非常的時尚吧 然後助理說晚上可以在這邊引火 大家不要看他這樣子 他怎麼樣子啦 你不跟你講 他最大的興趣呢就是戶外活動 像是爬山啊 露營啊 這半年來他瘦了20公斤 我覺得我助理還有一個很神奇的功能 就是他什麼事情他都料事如神 之前中秋節烤肉的時候 一群朋友就在一起烤肉 然後他就負責訂營地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用那台車載一些那種烤肉的東西到山上 結果呢他竟然帶了一個東西叫做行軍床 因為他想說可能會有人喝醉 所以可以睡在那個行軍床上面 結果醫術就真的喝醉了 醉倒醉死 吐在那個行軍床上面 怎麼會有人想到烤肉的時候要帶行軍床 這是糖椅嘛 它叫做月亮椅 然後因為我以前很重嘛 所以我這根桿子是買金屬的 它的關節如果是塑膠的話會比較容易壞掉 什麼都知道 我是因為做斷貨 喜歡露營的人通常是好男人 因為這些東西要帶要組合要收納 代表他非常的負責任 現在鋪床了 帳篷裡面自己接了燈耶 你怎麼掉上去的 他還有一個小掛工 所以他還帶了一個很長的延長線過來 啊這又是什麼 床氣床 不是睡睡袋 我們是睡床喔 你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你會比較不舒服 然後打氣方斧在這裡 超穩的耶 舒服喔 而且啊 你在上面震動 它不會影響到旁邊那一個 真的假的 我假設在震 你就還好是不是 對 它有一顆一顆氣壯的獨立桶 獨立 我們真的沒有在業配 這是獨立桶 我覺得我助理牆的地方 就是它不僅會露營 然後會組這些東西 而且它每個設備 什麼會影響到對方的 那這種都會被它淘汰掉 它每個東西它都會研究很久 然後找出裡面最強 適合的 何德何能請到聽 我們先來掛一個比較特別的燈 這是傳統 傳統的巫師燈泡 今天要掛的原因是因為 會有很多蚊蟲 我以為你是為了浪漫 浪漫也是要有的啦 有些人會買LED的 可是LED色感比較 色感 沒有那麼軟啊 這樣子我覺得很適合 求婚嗎 對 啊 那我跟你求婚好了 真的嗎 沒有啦 曉得 我助理單身喔 聯絡方式在這裡 剛剛那個帳篷裡面的光線打開 感覺還比較硬硬的 白光 一家這個真的真的不一樣了 對 什麼都會誇張 喔 冒煙了 那邊的炭火已經升起來了 然後我助理呢 他又來升了一個小型的炭火 等一下要在這裡烤肉是不是? 對 他有大廚的功能喔 我們第一人他幫我們準備的是 烤香腸 這是什麼東西? 烤五花肉 烤五花肉還要專門一個器具這樣 這可以自己翻 其他人烤的豬血糕啊 都會乾乾的 然後我們烤好的是 軟的 你一開始在加熱的時候你要沾水 讓它不能乾掉 然後等到它軟了之後再上烤肉醬 然後烤肉醬乾了之後就可以拿下 他帶了這個飲水機來耶 我唯一的功能就是幫大家撿東西 哇好貼心還幫忙吹涼 不是幫我吹 你怎麼自己吃掉啊 那這個香腸打幾分? 十分 真的是跟那種外面賣烤香腸一模一樣 真的真的我剛剛吃的時候好嫩 怎麼烤的要不要教大家一下 就是火不能太大 難怪我剛剛還在問說這火會太小 因為一般我們烤肉火都超大 假設你出來烤肉 你一定要生火啊 或者是洗東西啊 或者是弄完不用 因為你烤肉的時候 Tim已經把你把肉都分好 一袋一袋都裝好 然後你要生火呢 不用那個火也好了 好洗東西 都洗好了 我真的想不到我能做什麼耶 Tim還有帶生菜 它也帶了超多調味粉 蒜粒 汁蘭 白胡椒 黑胡椒粒 鹽跟糖 這比我加全部的還多 第二輪有豬肋排 還有牛排跟青椒 哇 這個牛肉 這個真的跟店裡賣的一樣 我在撒蒜粒 然後我們現在喝小米酒 乾杯 它不是說不乾你乾了 你乾了 因為我 不能輸 好辣 哈哈哈哈 一定是這罐害的 Tim在做法式吐司 里頭家人在煎蛋 早餐還有牛排耶 這個人他還帶了摩咖的飛機 太講究了吧 建模的比較香 我平常在家裡都喝綠瓜 NONO 它還有熱水壺 一般人在野外就直接用那個泡的 然後他還帶一個湖 法式吐司耶 好香喔 奶油味 喔喔 有有有有 再兩片都可以 你昨天睡得怎麼樣 有點睡不太早 真的假的 對啊 你睡超好的耶 因為我平常我都是放那種假的環境 啊這個太立體了 一個蟲就直接在帳篷外面 我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還有因為其實我昨天晚上都沒有洗澡 喝太晚 我們喝到很晚 所以就想說算了 反正我有戴帽子 其實你也知道我流汗都很 臭 不是啦 我流汗都很多 回家我就一定要沖澡 那昨天沒有洗就特別奇怪 但是我還有就是我有噴那個噴霧 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我之前送他的 之前我堂姐 他新創的一個寵物友善的品牌 就問我說 欸妹你可以幫我團購 然後我覺得這種要求最尷尬 就是那種家人來的要求 無法抗拒之力 我一開始不想接 因為呢 我家裡沒有養寵物嘛 然後我堂姐就是說 裡面有一罐噴霧 他自己一起來會流汗 然後噴完這個之後呢 完全不會臭 我就直接拿給他噴 因為他是羽球教練嘛 然後他每天都會流超多超多汗 他運動完之後呢 我就會聞到 那個味道又來了 羽球之味啊 所以會不會是真的 其實學生都有聞到過 直接不敢跟我講 你直接想說我很臭啊 有啊 對啊 就他第一天用他噴完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去那個橋下打 喔那個橋下 對 你看他已經流汗之下 滿身大汗 會不會臭 不會 我的最臭的衣服都拿出來了 還是不會臭 真的真的真的 好厲害喔 我沒有用過就是這麼厲害的噴霧 謝謝謝謝 橋下是沒有冷氣的喔 他流的汗是那種 可以把衣服擠出很多汁的那種 因為那一天我非常有印象 通常我這種整件衣服撕掉過後 我一定臭到一個爆 那天完全是沒有味道 我的汗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我坐在他機車後座 我就跟他講說 欸 你沒臭味耶 他說真的假的 對耶 我今天好像沒臭味耶 然後我還直接這樣黏上去聞 這麼近喔 都沒有味道 你是狗喔 然後我就直接打電話給我堂姐說 我要接這個 這樣子 對 但這個團工他真的很便宜 因為他一罐呢 他現在團工價是680 原價是760 而且我覺得他最屌的是 之前我有噴過其他的那種提香劑 然後味道都很重 比較像是用香味去蓋掉臭味那種感覺 然後這罐有點像是把它抵消掉 你不會聞到說有香的味道加臭的味道 完全沒有 他的味道就是臭味整個 咻不見 因為他算是很親膚嗎 我是關節很容易流汗的地方都會有死疹 然後因為我之前也噴過 香水啦 或者是提香劑 噴完流汗之後會更不舒服 對 然後這個是完全不會 而且他的那個噴霧是很綿密的 不含酒精 喔他是不含酒精 直接挑戰印象 直接挑戰 有必要賣東西賣成這樣嗎 說我臭成這樣 又把我衣服扒掉又吻 昨天噴的我就吻他 欸真的不臭耶 而且我現在依依家還有在流汗喔 欸真的有時事的在 不要再弄我了 好所以總而言之 就是這一瓶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就是最臭之人都變成最香之人 我相信我一定不是最臭的 但是我還是很臭 而且那個腳臭的也可以噴喔 你有噴過你的腳 喔有 乾爽的感覺 然後香香的這樣 因為像我之前一定是用香水去噴這些部位 真的不要了 然後有了這罐我就代替香水了 出門我也噴它 就他噴的當下會有那個玫瑰色香味 可是噴完之後就是會不見 然後他還有出那個木質調的 就是柑橘跟烏木的味道 所以大家兩個味道都可以試試看 非常非常的推薦這個 我也推薦超推薦 我其實接這個團購真的賺不了什麼錢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 真的對臭的人太有幫助了 就真的是救了一命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都可以按下面訂閱 然後呢也可以去買這個 除臭噴霧